JSM 2015 MC 第二十題 在楊氏相逢實驗 YOU SLEEP EXPERIMENT 光源的波長是600Nm 600乘19 10-9米 N是10-9米 LUNDA是這個 而屏幕形成之間的間距是5mm 這個5乘10-3米 是楊氏相逢實驗 YOU SLEEP EXPERIMENT 裏面的DELTA Y DELTA Y就是間距 即是光源與光源之間的距離 即是現在DELTA Y是5乘20-3 如果相逢間距加倍 並轉用不同的波長 條文的間距會是怎樣呢 轉這麼多樣東西 你就要將同一條公式代兩次 即是說 舊的間距 DELTA Y 先抄一次公式出來 抄一次公式出來 這個就是舊的 而舊那個 就是600Nm 我懶一點 為何可以懶呢 因為當有舊的公式和新的公式的時候 兩條公式就可以不轉單位 這個就是新的LUNDA 螢幕和DELTA Y 相逢之間距離沒有變過 接著 A就要DELTA Y 所以變成2A 所以上面這條式就會DELTA Y 而下面那條 就會變成450Nm 同單位不用動 2A 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兩條公式 而舊的情況呢 答案就是5mm 新的答案 新的答案會是多少呢 所以你一看到這樣的時候 又是你將這兩個做一個比較 將這兩個做一個比較 這樣比較呢 就是DELTA Y-除以5mm 就會等於450Nm-2 450Nm-2 超過600Nm-2 乘5mm 乘5mm 這個答案是A